看一下今天的三个机子吧 然后都是用软件测好了 可以看到全部正常的 全部正常 然后像牌照按并测试的话也是测试了很多遍了 都是测试过没有问题 像这个圆屏怎么看的话之前已经说过了 把调到最低亮度 然后去拍就有那个横条纹 像OA的屏的话都会是有横条纹的 有横条纹 像苹果X2、苹果11、LCD是不是没有横条纹的 然后看一下那个设置里的分析数据看有没有重启记录 有重启记录的话机子也是要不了的 都看一下三个机子 我都是测试过一遍然后再来看的 都是没有重启记录的 像大家没有测试的话直接看重启记录是没用的 像有重启记录的话 别人都直接回复还原系统就看不到了 都是要测试然后重新看 P开头的就是 现在三个机子都拆好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是苹果XSmart 我把56G重新机看一下 这机子 第一眼看就知道没什么问题 然后是原屏 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苹果X 可以打开就可以看到这支架是脱胶的 然后 屏幕上有写字 然后主板是比较乱的 这个是明显翻车了 像不拆机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等一下把这个 主板拆一下 现在看一个苹果X 这个苹果X也是没问题的 像干净的话 就是不用继续拆主板就知道了 现在来看这个 翻车的苹果X 功能测试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看下二维码二维码是明显糊了 这是 看这边有个 白色的焊油 这明显是分层过了 像机子不查机看的话完全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查机印记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个机子只能亏本除掉了 这边有什么东西